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把悲伤记忆抛诸脑后 向前看的希望 学生的升学压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SAT考试 根据主办SAT测验的美国大学理事会 College Board的资料显示 今年加州高中生的SAT阅读平均成绩是540分 数学平均成绩是536分 成绩比去年更好 也高于全美国的阅读和数学平均成绩 不过大学理事会也对学生是否已经做好 就读大学的准备进行分析 以大学入门基础课 学生必须拿到C以上的成绩作为标准 也就是阅读成绩必须高于480分 数学成绩必须高于530分来作为标准 结果加州今年做好就读大学准备的学生比例只有4成8 虽然高于去年的4成5 但是还没有做好学生准备的学生人数 还是不到总数的一半 另外加州今年各组医学生的SAT考试 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亚裔和白人学生的成绩还是最高 平均分数在1200到1100分之间 西云医学生的SAT平均成绩是990分 非议学生SAT平均成绩967分 谢谢收看 下次见